新消息台东县的芝本溪因为大雨溪水暴涨 现在提防是岌岌可危 县政府派人加紧堆放削坡快 最近状况马上联系给在现场的记者高梦柔来告诉大家 梦柔请说 好 目前在台东县的这个芝本桥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桥的入口已经用纽泽西护来给挡住 还拉起了封锁线 因为这个芝本溪呢 昨天晚上因为连夜的大雨 整个溪水是暴涨的状态 差点就淹过了桥面 我们现在看到远方了 原本就是种满了这个防波堤箱种满了草皮 现在通通被洪水给冲刷掉 而远方还有怪手正在堆叠削坡快 英文的旧帕堤防溃堤 我们来询问看看目前这个堤防的工权到底是如何 阿哥请教一下现在堆的都有缺口是吗 就是这边 村庄这边的那个 那边有一个缺口 有一个缺口 就是上次做的那个 还没有做好是不是 不是没有做好 但是做了逆向了啦 这就是水是冲上来了 所以怕水淹过去 现在就是一直堆放那边 水昨天差点淹到桥面 昨天就是 差不多到那个草那边了 已经快淹过来了 你们有没有很担心 就是会很担心啊 故意整夜了 是的我们听到当地居民说因为昨天这个溪水暴涨已经淹到桥面底下差一点就满过来了让大家很担心立刻是进行了封桥 居民也在这边看守了一整夜就怕这个水是冲到下面去妨碍到其他村民而且导致淹水哦 那我们知道这个资本溪在两年前巴拉风在的时候也是暴涨的情况 而且把路边当时的金帅饭店给冲刷倒了直接倒在这个溪里头 可是这个资本溪暴涨的时候这个威力真的是非常惊人 也让居民很担心 那目前呢这个怪手也不断在作业堆叠消拨块 希望这个洪水赶快退掉 不然当地居民真的是非常担心 以上是资本溪的最近情况将镜头交换给彭内出播 好谢谢孟柔我们看到了 这是资本溪暴涨的最近情况 现在可能要经济风巧了 谢谢大家